也有可能出现同组的球队再次相遇 苏练美举办到今年是第十二届 它是从1989年开始 在之前是印尼拿了第一届 韩国拿了第二第三届 之后中国队是四连冠 然后韩国在2003年的时候又夺得一次冠军 2005、07和09 中国队也是连夺三届冠军 第一局球走走木翔在有机会的情况下 20比18领先没有拿下 对他的心理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就看他能不能够迅速地扭转和调整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丢掉了 我觉得还是会影响比较大的 也可以说第一局就是林丹也跟所有人 就是这个让所有人都替他担心了一把 捏了把汗 是 让老百姓俗话来说就是玩了把拳的 所以这个再一个再一次就是看到就是苏连曼杯这种团体赛 你可能中国队过去有的时候赢得很轻松 大家一看一上来全是5比0 3比0 但是这个5比0 3比0的得来其实是废出了废了很多的艰辛的 你稍微不留神就稍微准备不充分调动不好 就会输球 这个就是团体赛和单向赛的区别 这个结果的轻松可能是过程的痛苦所带来的 对 因为你毕竟单向赛我要是输了 我只是我自己难过 可能对别人的这种责任可能会少一点 但是团体赛你每一分都很关键 所以这种压力这种责任心可能需要更重一些 像昨天泰国打印度的时候 这个文萨也输球了嘛 因为打印度队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文萨这一分应该是团体里面必保的一分 因为他是泰国队应该是要必保这一分 可也可能他的心理压力 造成他在比赛当中是输给了印度的选手 但是印度现在的男单好像这个水平提高的也比较快 而且他们最主要的是他们比较有特点 就是手长脚长 他们有的时候 而且可能技术不那么全面 但是他们手上的这种感觉特别好 这还是你说的那个 就是打团体赛对方比你差一点 你也特别没谱 对 就是你这种差距 其实在团体赛中你是体现不出来的 就是你除非是这种特别明显 就像比如中国队碰上一个什么 完全不太了解的一个队伍 这种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只要是大家常见的这种队伍 或者基本上你都必须要做好很多的困难准备 因为你不知道这场球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有可能是风向 有可能是裁判因素 就是等等的这种困难 你都得事先想好 你事先有准备了 你才能去克服 否则你想都没想到 你只会突然间 我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没有办法去解决 第二局一开局 走走目翔还是很快从上一局 西外的这个阴影当中有一定的扭转 还是比较正常的发挥 毕竟是老将 对 这个 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这个时间会缩短 对 而且可能因为之前前面林南两个底线出界 所以可能他刚刚的那个回球 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小心点 不太敢发力 半场球 对 准备了 七 六 七